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的交替叠加呢 世界还是那个世界 但中国未来的风口在哪里呢 马云曾经预言八年房价如葱 我们等到了吗 他还预言了未来将有四种行业将会消失 哪些行业兴起 我们需要做什么准备呢 在1964年9月10日 马云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 马云的爷爷抗战时做过保长 解放后被化为黑五类 于是就取名为马云 就是希望马云以后乖巧懂事 少惹是非 12岁的时候 马云买了台秀珍的收音机 从此每天听英文广播 对英文开始感兴趣 13岁呢 马云因此打架记过太多 曾被转学到杭州八中 之后马云参加中考 考了两年才考上一所极其普通的高中 其中一次数学只考了31分 在1982年 马云第一次参加高考 首次落榜 数学只得了1分 马云高考落榜 父亲马来法见他意志消沉 让他登三轮车 给杂志社送书 第三年 马云不顾家人的极力的反对 第三次参加高考 这次数学考了89分 但总分离本科线还差5分 由于英语专业招生标准未满 部分的英语优异者 可以获得升本的机会 所以马云被杭州师范学院 破格深入 外语本科专业 进入大学后 马云变成了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凭借出色的英语 稳坐外语系前5名 之后马云当选学生会主席 1988年 马云从杭州师范学院 外语系 英语专业毕业 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之后被分配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 县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任英文以及国际贸易讲师 开始在杭州翻译界 小有名气 在92年 由于很多人来请马云做翻译 马云成立海博翻译社 请退休老师做翻译 为生存下去 马云背着大麻袋到义乌广州去进货 海博翻译社开始卖鲜花 卖礼品 还曾经销售过一年的医药 推销对象 上至大医院 下至一些赤脚医生 在94年 来自西雅图的外教比尔 和马云聊起了互联网 马云就开始寻找机会 想要创业 在95年 马云从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辞职 自己拿出六七千元 向妹妹妹夫借了一万多 凑足两万元准备创业 4月 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商业公司 杭州海博电脑服务有限公司成立 三名员工 是马云 马云夫人张英和何一斌 那么马云的妻子张英 为人低调 两个人是大学的同学 毕业后就领了结婚证 还是马云教书时候的同事 最后成了马云人生伴侣 加事业伙伴 马云创业的时候 张英也在公司帮忙 2004年 张英辞去阿里巴巴中国事业部 总经理职位 退出阿里巴巴管理层 安心在家相夫教子 做起了全职太太 96年 由于杭州电信 做了一个中国黄业分食市场 所以马云决定和杭州电信合并 在97年得到了外贸部 进京成立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 马云决定放弃中国黄业 他将自己所持的 21%的中国黄业的股票 以每股两三毛钱的价格 现卖给了公司 拿回了十多万元 在99年 马云正式辞职 带领后来被称为 18罗汉的马云团队 回到杭州 凑够50万人民币 开创了第一轮创业 开始开发阿里巴巴网站 在4月15日 阿里巴巴网站正式上线 2000年阿里巴巴 共从软银等国际投资机构 融资2500万美元 2003年 马云创立淘宝网 开始抢夺eBay e去等C2C的市场 2004年 马云创立第三方 网上支付平台支付宝 在05年 雅虎宣布以10亿美元现金 和雅虎中国全部资产为代价 同时获雅股10亿美元的投资 换取马云创办的 阿里巴巴40%的股份 和35%的投票权 在2007年 马云创立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 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13年 马云正式现任阿里巴巴集团CEO 同年5月 阿里巴巴集团等多家 民营快递企业联合成立了 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马云出任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14年 阿里巴巴集团于纽约证券交易所 正式挂牌上市 在15年胡润IT富豪榜发布 51岁的马云及其家族 以1350亿元资产 蝉联中国IT业的首富 在13年当中 他们的财富增长540倍 在18年的马云 魏列福布斯十大最具影响力 CEO排名第六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 马云之前都预言实现了哪些呢 第一个他说 中国电子商务市场 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那么早在1999年 当时中国互联网的发展 还处于起步阶段 马云第一次美国之旅之后 就选择了回国及其18罗汉 创立阿里巴巴 那时他便预言 中国电子商务市场 将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而在21年的现在 马云的预言也都实现了 很多国外的品牌 纷纷都来到了中国发展 中国人的消费能力 在不断的提升 而马云帮助了很多人 但是人们也看到了 很多实体店面的倒闭 却没有看到 他在电商平台 还帮助了很多的农民 很多人依靠着马云的淘宝店 实现了人生的逆袭 这是很不容易的 马云八年前就说过 实体店将会被电商打败 可是前几年他又说 新零售会取代传统电商 但是也有人说 这些离我们都好远 很多人根本就够不到电商 或者是新零售的门槛 第二个马云说 移动支付的时代终将来临 他就预言 未来有朝一日 我们不再需要用手机付款 而这个预言现在已经实现了 不仅是移动支付的普及 而且还诞生了刷脸支付 无感支付和各种支付方式 第三个马云预言 云技术会影响深远 价值巨大 其实在2010年 就有人提出了云计算的概念 只是很多互联网大佬 包括马华腾在内 都认为云技术没有价值 没必要做 可是马云却坚持布局 如今阿里云的云技术 在全球范围内 算是首屈一指 这个预言也实现了 第四个预言 马云说 未来房价如葱 曾经以八年房价如葱 几个字表述自身的观点 而到了2019年的时候 有几个城市 比如说汝山 黑龙江的鹤岗等 都被爆出了葱价的房子 由于不少人联想到 之前马云曾经提过的 这个房价如葱的看法 那么预言真的要成真了吗 其实判断房价 未来走势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 毕竟房子建造出来 本身就是为了给人居住的 如果房子没有人购买居住 就跟一堆水泥砖瓦有什么区别的 但是在过去 由于房价在炒房客炒作之下 不断的哄抬房价 房子附加上了金融价值 但是房子的本质还是给人住的 在没有人买的情况下 房子本质上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比如说鹤岗这个城市 房价大概也就几万元 就能够买一套商品住房 而且像鹤岗这样的城市 现在还逐渐的多了起来 比如说四川的文新 黑龙江的双崖山 宁夏的石嘴山等等城市 房价都开始了逐渐鹤岗化 但是对于一些大城市来说 由于城市经济不断的发展 人口不断的大量的聚集 对于大城市的购房者来说 买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拿北京来说 均价在6万一平米 上海呢5.8万左右 那么这些大城市的房价 都是比较高的 并且由于城市人口比较多 房价还有可能继续上涨 其实不管房价是否出现了 大起大落 之间任何一种类型 对于楼市的健康发展 都是不利的 在去年时候 我国对于楼市 进行过600多次调控 等相关政策也在不断的落实 相当于已然是一锤定音 就是说未来的房市发展 大方向是更为的健康和平稳 二是为了接踵而来的税收制度 刚性政策将房地产税 针点上调 该动作不排除是为了房地产税落地 从此看来 持有多套房子人与炒房客 这两类人也许就要有麻烦 毕竟随着两个消息的传来 以及住房不炒 日益深入人心 炒房之中的水分 也终将会被逐渐的挤出 而房地产税 房东税等相关的规范化制度 一旦推出并落实 拥有房子过多的人 或持有房产的成本就会增高 所以这种情况下 对刚需的人来说可能是有福了 那刚需现在要不要买房呢 房子终究是生活的一种居住用途的必需品 买房也是人生之中的一件大事 因此对于刚需来说 在做出决定之时 还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综合考量 切莫盲目跟分 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嘛 那么关于未来的预言 马云曾经说过 未来将会有四种行业将会消失 哪些行业会兴起 这就跟我们有关了 那么究竟是哪四种行业呢 让我们一起看看 首先他说是工人 尤其是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 现在的工人是经常熬夜加班 做久了呢身体吃不消 很多人前半生是用身体换钱 后半生呢用钱换身体 而现在的产业呢都在转型升级 所以很多厂都跑到了东南亚 所以工厂不可能做一辈子的 不如学一门手艺 万一哪一天工厂倒闭了 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就不好了 银行职员呢之前是个铁饭碗 如果你有机会去银行里看看 其实现在的银行只不过很少的员工 尤其是二三线的城市 银行似乎目前来说身也不好 很多结算等各种业务都是网上解决 通过APP非常的方便 所以用网上银行的好处就是 不用面对面 现在信用卡开卡都不需要面对面 第三个职业呢是翻译 马云的英语很好 他的第一家公司就是海博翻译社 他是做翻译起家的 他知道这个东西以后没有前途 不是说翻译没有前途 而是翻译这个职业 因为翻译已经开始变成了一种能力 而不是一种职业 为什么这样说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人工智能语音识别 现在的机器人翻译比人工强多了 甚至很多跨国公司都不需要翻译 因为在这些公司上班 招聘的时候就要求员工会外语 所以翻译这个行业是越来越不好混 而第四个行业是收银员 他说这个职业也会消失 都是移动支付的原因 那我们来看看那些大型的超市 以前设置了很多的收银台 现在就非常少 因为有很多自己买东西 自己结算的那种收银台 根本就不需要收银员 这样就避免了各种接触 所以在未来收银员一定也会消失 甚至导购都不能幸免 因为计算机真的非常的发达 而马云就表示 未来电商将会被淘汰 新模式将会兴起 很多人都认为马云是在吹牛 毕竟在现在电商正处于繁盛时期 大家对电商发展十分看好 而马云却说 未来电商将会淘汰 所以会受到质疑也很正常 不过马云却十分看好这个新模式 而且还收购了大润发 银态的传统零售企业进行布局 那么这个新模式是新零售 新零售主要是 线上和线下结合的销售模式 意思可以让消费者 在更短的时间内收到商品 不仅能够节约用户的购物时间 而且还能够节省购物运输成本 而马云还说 银色浪潮下的大健康赛道 将会出首富 所以他说关注你的父母 相当于抓住了未来最大的机会 他说当寿命增长 趋势不可挡 延迟退休已经是大势所趋的时候 如果能够妥善地解决 国人对于老年健康期的担忧 将会催生新的造福行业 早在14年 马云就曾经前瞻性地预言过 国内下一个能超过自己的首富 一定在大健康领域 所以在未来的变革中 我们都不能够倖免 因为马云说的话都很有道理 幸好我们还有机会 不用随波逐流 知道未来的几种职业会消失 哪些行业会兴起 因此我们要做好准备 虽然是危机 但也是机遇 一些工作的消失 预示着一些工作将会再出现 我们也是可以转行的 毕竟一个人的职业生涯非常长 但一家公司的寿命是非常短的 当你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 学习也许是最好的出路 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别忘了宇哥跟小唐的视频 是每三天更新一集哦 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小唐的频道哦 拜拜